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修行摆诵 是十一世纪的伟大学者 帕当巴桑杰的心灵证言 由顶果亲者法王家以论事 帕当巴停留在西藏 和尼泊尔边境的汀瑞地区 很长一段时间 拥有无数个弟子 有一天 一个亲近弟子 在久违之后 抵达汀瑞 看到上师如此年迈 而感到非常悲伤 于是他问 圣者 当你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 毫无疑问的 你将从一个净土 到另一个净土 但我们将会如何 我们能够信任谁 面对热泪淫荒的弟子 帕当巴 教导了修行摆诵 修行摆诵 意义深奥 又简明易懂 诚振认 认真地修行者将发现 这些祭送中的所有教导 都是正统佛法修持 不可或缺的精髓 从根本而言 没有所谓的迷惘 他的身体只是暂时的 听闻的人们 简是造成迷惘 升起的原因的本质 无论你多么努力地擦洗黑炭 都无法把它洗成白炭 我们可以想象 无明是自信的一部分 如同黑色 是煤炭的一部分 果真如此 无明和迷惘 就无法被根除 事实上 无明和迷惘 不具有任何真实的存在 他们无法改变 我们本具的自信 佛性 佛性如黄金般 纯然且不受改变 无明之多可以暂时遮蔽佛性 但佛性本质 却不会改变 在某些因缘之下 无明暂时形成 一如天空的云朵 暂时遮蔽了太阳的灿烂光辉 但是当我们飞向云朵 进入云朵之时 却无法触摸到云朵 在这之前 云朵不存在 最后也将消失在 稀薄的空气中 至于太阳 则从未改变 完全没有受到云朵的影响 无明制造的杖壁 是偶然升起的 是短暂的 是无可知取的 它们无法改变 或影响我们的本然自信 也不是本然自信的一部分 无明 一切迷惘着根源 诱惑众生进入轮回 然而 无论无明看似多么坚实 它也从来不具有一丝一毫的实相 既然无明从未升起 那么它也无法存在 更别说去止灭它的存在 一旦对于空性的了物 去除了无明的杖壁 成薄之自然本质将显现 一旦风吹散了云朵 从未停止照耀的太阳将显露出来 心无旁物底 专注于修持殊胜的佛法 听闻的人们 它将在死亡之后引导你 正圣之青春年华 资云我们健康和力量 热切地想要享受人生 我们怀着不灭的热忱 竭尽所能地来增加财富与权势 对一些人来说 达成自己的目标 同时意味着要损害他人的利益 然而在死亡的时候 我们将了悟 所有占据我们心神的事物 是多么虚荣无疑 但是到了那个时候 要回头已经太迟了 智美的事物 从未能够诱惑死亡 智据的财富 无法贿赂他 智大的力量或权势 无法迫使死亡等待片刻 一国之君 也必须遵从他的召唤 他将卸除将军的武装 即使他拥有一个 威力强大的军械库 在死亡的时刻 我们在一生中 所获得的灵修绝兽 是唯一的助力 赶快 让我们在老迈夺走体能 与智力之前修行 让我们背弃 凡俗生活的迷惑与幼稚散乱 全心修持佛法 那么在死亡时 就会如无与伦比的 刚博巴大师所说的 最好的情况是 我们将了悟究竟本质 即法身 中等的情况是 我们肯定将投身净土 充满喜乐 如同孩子回归家园 最差的情况是 我们将了无悟恨 因为我们已遇见上师 并如实地修持 他们给予的法教 让我们从此时此刻开始准备 在死亡的时刻 我们所领受的法教 将能够派上用场 因果夜报的真理 必然使行为结出果实 听闻的人们 避免所有负面与邪恶的行为 假若死亡只是意味着 我们将如水 被干涸的地面吸收 或如熄灭之火焰般消失 那么 我们可以不去在意死亡 然而 情况并非如此 死亡之时 我们舍弃了肉身 却保留了心事 这个心事 在死亡与投身之间的过渡状态中 称为中阴游走 在中阴状态下 我们没有有形的身体 无法如常地使用五种感官 我们被迫脱离父母和朋友的陪伴 如同一根 从一团奶油中抽出的毛发 尽管如此 有一件事物 却如影随形 我们过去的所作所为 如果恶行较多 我们将无法逃脱 轮回下三道的痛苦 相反的 如果善行较多 我们将投身上三道 继续朝解脱迈进 当我们的心 在中阴多变的体验里游走的时候 我们既无法选择去做有利于自己的事 也无法重重融融地去决定 要走哪一个方向 我们没有出路 如同风中的羽毛 我们受到自身业力的迫使 被死亡的士兵拖着走 我们没有暂时喘息的片刻 好让自己振作起来 我们无法随意停留或离去 我们的心神被抛过来丢过去 不听我们的使唤 要了解 并相信因果法则 主宰宇宙和一切众生 这一点是重要的 弥勒日巴尊者说 如果他能够全心奉献于佛法 并在这一生中获得证悟 乃是他确信业之法则的缘故 每一个行为 无可避免的都会有一个结果 我们行善或行恶的痕迹 留存于心事的下层 要消除恶行的痕迹 只有两个方法 一是经受恶业所带来的 自然后果 痛苦 二是在可怕的业果出现之前 用适当的对质解药 来清净恶业 当上师告诉我们 所有的善行和恶行 具有不可避免的后果的时候 我们听得清楚明白 但不是真正相信他的话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 我们就不敢办下最微小的恶行 反而会大大的着重于从事所有的善行 即使是最为不足道的善行 难道一个人会去管精快有多小 而不真是他吗 把所有事物留在身后 犹如南科一梦 听闻的人们 只要把无为付诸实修 凡俗人生的各种事物 如同海浪般 一个接着一个而来 富者永远觉得拥有的金钱不够 全者永远觉得拥有的权势不足 思维以下的话语 满足我们所有的欲望 满足我们所有计划的最佳方式 就是放弃他们 一个证悟者 把帮布俗子热衷的事物 视若梦境 如同一个老人 观看孩子洗洗般 看待他们 昨晚 你或许梦见自己 是一个伟大的国王 但是当你清醒之后 留下了什么 你在清醒时 所体验的事物 几乎不比梦境真实 与其去追求 难以琢磨的梦 你应该让自己的心 安住于宁静 胡扰的蝉丝 离于凡乱散满 直到对空性的了悟 成为你的觉受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放下凡是你所执着的事物 听闻的人们 没有任何一件事物 是你需要的 想一想任何一个 让你强烈执着的人 物品或情况 并试着去检视你所深深执着的美好事物 权利或财富 彻头彻尾的 检视他们每一个 他们看起来 不像是幻象吗 当你用这种方式 来看待事物的时候 你的执着减少了 不再有相同的 急需去拥有的感觉 如果你有 我不需要任何东西的态度 你的心境 将自然而然的 感到宁静 自由 另一方面 如果你在活着 与死亡的时候 都处于强烈执着的状态下 那么你的今生 与来生 都将充满痛苦折磨 在此时 强烈执着于身后物的人 将变成一个 受贪欲折磨的恶鬼 过去的伟大圣者 与行者 只要有为生 所必须